果然路易没有高估今夏 为了赶在过年前完成新年礼物 余下的这三日里 今夏没有闲鱼的心思去想东想西 一心扑在了为路易缝制衣衫这件大事上 趁着两个孩子睡下了 路易又还没回来 今夏让拉尔在房间添了两盏烛火 又开始了她的专心致志 夫人 晚上烛火昏暗 容易伤眼睛的 若不然你明日再继续也是来得及的 哎呀 老啊 明日就是除夕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你先去休息吧 不用陪着我 一会儿大人就该回来了 今夏打了个哈欠 却浑然没有想要躺下的意思 夫人是不是困了 若不然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神的 也可以 你去看看 明明晚饭填饱了肚子的今夏 此刻蝉虫又被勾起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 吴婶端着一碗参汤进来 笑咪咪的同今夏讲到夜深了 天亮 少夫人喝点参汤冷暖吧 吴婶 怎么是您啊 洛尔呢 今夏眨巴着酸色的眼眶 伸手接过汤碗 那丫头都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正好我在准备明日的食材 就让她先回去休息的 天色不早了 少夫人也早些些下吧 别老得太晚了 我没事儿 大人都还没回来呢 正好把这衣衫收收尾 这是给少爷准备的吧 吴婶满脸笑意地看着 今夏手中布料 他家少夫人看似大大咧咧的 其实心细得很 这些年的女工技术 也算是慢慢练出来了 是啊 可惜我这技术也就这样了 好在大人不嫌弃 今夏有些不好意思的硬道 您亲自动手的 少爷喜爱都来不及 哪里来的嫌弃之说 这些年但凡经过您的手 他都是当宝贝一样的收着 之前还因为您给两位小少爷缝制衣衫别扭来着 线下只给他准备 只不定心里多高兴呢 虽然事实确实如同吴婶所说不假 这么口头的打趣 让今夏多少还是有些害羞 哎呀 吴婶您就别笑话我了 怎么能说是笑话呢 我从小看着少爷长大 这些年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 大家伙都是看在眼中的 能娶到您这样的女子 真是他的福气 吴婶 您是从小看着大人长大的 那对大人肯定很是了解咯 今夏突然好奇问道 少妇人是想知道少爷小时候的去世吗 吴婶了然于心地笑道 大人小时候的去世 我刚嫁进府上之时 福伯倒是跟我说过许多的 只是您知道大人以前 可有什么喜欢的姑娘吗 比如琴奇书画样样精通的那种大家闺秀 看着双眸透露着脚侠的今夏 吴婶笑着摇摇头 应道这个倒是没有的 除了少爷的娘亲 您是唯一能进他身的女子 闻眼的今夏 内心不由的暗喜 想不到如此优秀的大人 喜欢的姑娘从始至终都是自己 可不得乐坏了 心里高兴着的今夏 说出的话却有些嘴硬 还不忘抹黑自己 到其实这个也算正常的 大人平日里总是板着张脸 给人就是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加之又是锦衣卫出身 也就只有我这般脸皮厚的姑娘 敢靠近他几分了 少爷其实人很好 就是外冷内热 少夫人您多多体谅他 哎 吴婶 您有没有想过 假如说我不曾嫁给大人 现下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会不会遇上一个比我优秀 比我好看 比我懂事的姑娘 正当今夏问话之间 吴婶还未来得及作答 就听得门口传来一声轻笑 少爷回来了 那老奴先退下了 吴婶立马请辞 将空间留给这对年轻夫妇 大人今夏甜甜的嗓音响起 看清他眼底那么毫不掩饰的促暇后 故作淡定地收拾了一下 桌上的针线与布料 几身想要上他缩进被窝 身子就被腾空抱起了 那么好奇地想知道 我以前有没有喜欢的姑娘 直接问我不就是了 还去问吴婶作甚 头顶传来路易带着笑意的话语 我才没有好奇呢 今夏拾口否认 没有吗 那刚刚找吴婶打听的 是哪只好奇的小野猫 哼 又说他是小野猫 今夏轻哼道 那大人知不知道小野猫几眼了 爪子锋利着 可是会扰人的 你确定不坦白从宽 他想自己是不介意 或者说有些期待 此刻路易说些好听的话 给他听来着 路易将人放置到床榻上 一边起身准备更衣洗漱 一边说到吴婶说错了 我以前的确有个喜欢的姑娘 今夏有些酸溜溜地问道 不知是哪家大家闺秀 入了陆大人的眼 大家闺秀倒是算不上 不过是一位好奇如小眼猫的小捕快 要不改天介绍你们认识 大可不必 今夏除去衣衫翻身钻进被窝 只留了一双圆眸盯着他 哼 傲娇的男人 说来说去 还不如直接说喜欢的就是他呢